乐剧表演 源自生活 在舞台上透过抽象手法及虚拟动作 在经过演员美化修饰之后呈现出来 当中包括首饰 台步 走位 棺木 坐手 身段 水秀 林子弓 虚弓 水发 抽象表演和传统工架 一举手 一头足都蕴含不同意思 我们知道在乐剧中 时常会出现没有唱和念的部分 只有做和打 用身段来表演 比如说是开打和马舞等 都仅仅是用演员的身段 外形和动作 去向观众传达人物的感情和剧中的内容 当然 如果想你身段来表演的话 就一定要学好唱念做打中的做和打的基本功 做工讲究成 则灵 孰 返生 明 细路 心气轻 亦久远 路化镜 甲中相 鱼未浓 想问您这个做工方面讲究什么 做工主要是讲究演员在台上的那个形体 手演身发布 这方面主要是形成的一个做工表演 就能够达到观众认识你在台上做的什么动作 那另外在演出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是上马的动作 或者是侧棋 或者是饮酒 这样的动作 是不是很难去表达呢 其实这方面也不是很难 看你表演能不能够把观众带到你那个结束戏里面 好像你那个演务里面最主要是看你的演员的表达 所以你在练的时候最应该掌握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精神应该抓住哪里就可能能够表达得好 练的时候主要我们基本上就按基本功来练吧 但是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你就看这个人物是做什么 它就是好像一个上马都有不一样的表演的风格 好像有些监军他打败了 打败了 上马又不一样 他刚去准备去打战的时候 威风冲锋陷阵阵阵 那时候上马又不一样 所以你就是看这个人物角色去表演什么身段